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我们副议长、陈副议长也亲自参与 我们社会的各家贤达 这些贵宾临级 我们居居一堂 非常的感恩 非常的殊胜 今天佛光普渍 今天充满法喜 在这样庄严而隆重殊胜的法会上 能够代表我们诸位贵宾 师兄 能够报告自己的心得 还请上司在座的各位不吝嗜教 首先还是要感谢上司慈悲的加持 师弟是一位职业军人 并长期的担任国防事务 战备训练 国土守备安全的长期任务 历任过陆军副师弟 各作战区的指挥官 国防大学校长 选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大家会非常非常非常好奇 穿上军服真的有46年的时间 非常难得也非常稀少 能够听闻佛法 怎么会有这么样大的 180度的大转变 不单单个人在转变 世界的全家人都在变 这样的大转变 最主要在5月23号 个人第一次聆听上司的法教 上司充满智慧 大慈大悲 法教深入浅出 直指人心 回去的后跟家人分享 人家都充满了法庆 从此以后都到我们道场来报道 我跟大家来报告 我有位87岁的母亲 一辈子没有接触过佛法 在上司的慈悲加持之下 最近常常在念 阿弥陀佛啊 连他都被读化了 真的非常慈悲 所以说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羡慕 在座的各位 那么早的时间 长时间的一直在上司之下 真的非常殊胜 在座的各位师兄 各位贵宾们 就在师弟个人身上 发生的一样 不可思议的感应 师弟从民国72年起 就罹患了这样固疾 叫做徐马典 整整跟师弟34个年头 我跟大家来报告 如果各位身上有一只毛虫呢 你感到奇养无比 那师弟要跟大家报告 在师弟的身上是上百只毛毛虫 跟着我34年 会被欺养而行 就在上个月 在上司的慈悲加持 专案的处理下 我跟大家报告 我跟上司结缘 解除了长达34年的固疾 恩之不可思议 这样的感应 输资感应 相信在我们全场 所有同兄 所有师兄弟的身上 都有非常的固疾可说 因为这段时间 我听得非常非常多 今天我们有幸 执欲丧尸 这是我们一辈子最大的福报 正如同三部杂叙中所说 丧尸身上的每一个毛口 正供供养一切诸佛菩萨的功德 我们走在一条正确修行的道道上 生命之行为有限 一天只有二十小时 一千四百四十分钟 八万六千四百秒钟 现在的时间 如果说是两点四十分的话 这以前的时间 都不会在我们生命当中重复 每失去的秒钟 我们会跟人生终点的目标 更为接近 我们在做的 我们一切在忙碌 为了名为了利 如果我们永远在追求名利 金钱豪宅名车 在我们舍报那一天 对我们一定点的用处都没有 我们在每一分每一秒当中 都要一直在上世纪佛法当中 对我们生命才有极有意义 上世诸多法会上都开示我们 为了听闻佛法 就算走一步路 也有无量的功德 我们只要有一口气存在 都只要一直在上世 这对我们生命当中 还很有意义 今天师弟在此地 做这样的一个新的分享 公祝金刚上司 阿体康泰 长寿入室 法轮 赶转 弘法胜利成功 最想圆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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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